古典里有时尚是艺术家曾文琦的书法特色之一 照曾文琦提供 记者两委名台北报道 运动VS书法 新瑞书法艺术家曾文琦惹爱运动 还曾是资深体育记者 拥有采访美国大联盟、奥运等丰富资历 运动不但让他有体力 长时间投入艺术创作 运动产生的脑内非更为灵感加分 最近在台中国喜艺术举办的《青花朵朵开》 曾文琦书法展 还可见到他从运动发想而来的独特书法作品 曾文琦表示 过去20年记者生涯开拓事业 让他能用新颖角度来创作书法 也养成运动习惯 他不但擅长打网球 迄今完成53场马拉松 他左手打网球 右手写书法 双脚跑马拉松 自朝市四肢发达 创意无限 从小立志当书法家的曾文琦 过去除专注投入采访工作 也透过国内外采访所带来的宽广阅历 写出了上百首诗 此也不停累积书法创作 《青花朵朵开》 曾文琦书法展 即日起至4月21日于国企艺术展出 这是一场融合古典与时尚的书法展 照曾文琦提供 曾文琦觉得中壮年是当艺术家恰当时机 因为可将过去丰富经验转化为创作素材 加上艺术家需要足够体力 有些人可能以为书法创作 就是拿笔沾末三分钟就完成一篇作品 事实上光想一个作品的布局 可能就是几天时间 而下笔书写时 为了要抓住感觉对的文字 一天写上十个钟头 甚至也曾有连续写上几天几夜的状况 我习惯战力悬万写字 所以运动锻炼出来的手力及脚力 正好注入最大能量 《新花朵朵开》 曾文琦书法展中 有一幅充满力量的突破 即使他形容每个人都要有跨过撞墙起的勇气 找到自己的突破 还有一幅充满现代感的无所剧 则是他在2004年雅典奥运现场 见证了朱木燕多金的历程 而把他纳上了战场的无所剧精神 抬脚侧梯的瞬间转化为书法意向 《新花朵朵开》 曾文琦书法展 让人看见不一样的书法艺术 也能发现运动对专业职人带来的好处 即日起至4月21日 有兴趣民众可致台中国喜艺术 欣赏书法艺术家曾文琦如何展现创作力 这幅充满现代感的无所剧 是书法艺术家曾文琦在2004年雅典奥运现场 见证了朱木燕多金的历程 而把他纳上了战场的无所剧精神 抬脚侧梯的瞬间转化为书法意向 照曾文琦提供 书法艺术家曾文琦以作品突破 感谢过往记者生涯里的自己有勇气 做出突破性的采访 也祝福朋友们在面对人生关卡时 都可以勇敢地跨过去 照曾文琦提供 美味品 请不吝点赞600